下面请您欣赏兄弟本色 表演者郭德纲 于谦 谢谢 好开心又看见你们了 是 好 行 谢谢您吧 谢谢您吧 好 谢谢啊 余老师的男朋友来 你那男朋友 我听大老爷们跟着喊 余老师我爱你 谢谢 谢谢各位来听相声 该我说闭嘴 谢谢啊 站在台上看真是 满坑满谷 对了 感慨啊 就是那短一个座 这是不是上厕所了这人 那个保安就把那座给我拆了 不至于这样 传出去不好听 有一空座 江山父老能容我 不使人间造孽前 嗯 郭德纲 于谦 代表德云社 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谢谢各位 谢谢 余老师终于回来了 对 没单飞 嗯嗯嗯 去年我看自媒体 人家都说余谦单飞了 对 他们吵着 是不是啊 嗯 回来我还问他 我说您是单飞了吗 啊 啊 我因为我了解他的这个为人 是吗 他不会的啊 是 他就是签了几个电影 没拍完 哎对了 给人拍戏去了 嗯 因为我干过这行 我知道拍戏又累又难受 不容易 我说怎么这么大银啊 后来他说 他说 女演员很多 啊 我奔着这个去了 那咱就不能拦着人家了啊 对 老话说的好啊 啊 劝赌不劝朴 劝朴两不交 也没有这么句话 你这 用不上在这 劝赌不劝牌 哎呦 行了 劝牌两不该 这就赶回来了 对 我说您歇两天吧 嗯 我说不行咱们调调 不不不 一定要去 对 尤其北展演出很重要 那可不 啊 我说您累不累 哎呀 父亲节 我必须得去看你一下 他说 哎呀 也没有我这么孝顺的了 我是很感动 您客气了 真的啊 我打小啊 我七岁 嗯 开始学评书 哦 我是说书出身 哦 七岁学评书 嗯 九岁学相声 也不晚 八十年代末 说相声不挣钱 我又出去唱戏去 哦 京剧平剧 河北帮子唱了五年的戏 就从业经历很丰富 就是后来又回来说相声 嗯 这一 这一下回来看看 跟我合作演员不少 哦 但是 千尔哥是最好 您捧我了 真的 实话实说 我们俩人在一块 咱实话实就这话不能掉地下 老有话 你看这行 哎 说相声怎么个好 为什么他说相声就乐 这种说相声大伙不乐 嗯 其实是个节奏的问题 语言节奏嘛 嗯 我们讲话这个话不能掉地下 是 那千尔哥 这份 老得接着 永远没有说失误 啊 错0.01秒都没有 不差这个 就好比 比如说我有一盘子 我哗一扔 扔哪儿 他都能弄回来 有时候也磕牙上 没有您这么打比喻的 好人呐 是吧 拍完戏了 咱们好好说相声吧 那一定是这样 因为演员要多演 是 你说演员就这样 你 你 不怎么演了 嗯 容易让人说闲话 本身就功夫也就掉了 嗯 哟 最近没看见高峰 是 没看高峰说 像高峰那儿去了 这就闲话了 你看就有人说高峰 高峰出事了 哟 怎么议论高峰出什么事 高峰上泰国做手术去了 哎呦 这出大事了 手术 据说还挺成功 越成功越麻烦 高峰留在泰国当娘娘了 哟 让皇上看上了 我有点太成功了 这过分了 这个 孙岳 孙岳最近没看见他 孙岳干嘛去了 孙岳出事了 他怎么出什么事 孙岳婚变了 哦 婚变 跟高小姐的婚事啊 后来来的俩 取经人 给他弄走了 哎呦 不住高楼庄了 就是啊 余谦也出事了 哦 怎么议论我的呢 没什么 反正就出事吧 就挺好 反正不管什么事 出什么事都行 得有点事 孙岳刚也出事了 那您是 怎么样 是不是心情就好点了 够义气 够义气 郭德纲买一大汽车 呦 三千五百万买一大汽车 这好车 郭德纲 郭德纲开车掉沟里了 这么解气呢 痛快不痛快 反正听得挺好 郭德纲开一大汽车 好几千万的汽车掉沟里了 你看看 余老师正挖沟呢 哦 我车掉沟里 你在沟底下 正拍着 咱俩很惨 来了好几十个医生啊 护士啊 还来二十多个修车的 干嘛修车的 车也烂了呀 对吧 有救人的 有救车的 是 先把郭德纲救上来 好家伙 这伤势很严重 是啊 给我贴了两个窗壳贴 轻伤啊这是 哎呀 然后给 把我 你在这坐会儿吧 歇会儿吧 所以给我弄杯水 您坐这去看着吧 我们得收拾这堆啊 我这堆是 这沟里边连车带余老师 哎呀 哎呀分不开了 分不出来啊 连大夫带修车的 看 哪个 这是余老师的吧 哪个呀 修车的看 不不 这是车的 我就混成那样了 所以说咱们得多说向上 让人知道没出事 得说向上 观众开心 而且得多跟余老师说向 哎 谢谢您吧 真的啊 我 我进北京也好多年了 这是我最好的哥们 好朋友 真的啊 按相上行业来说 这是我师哥 这么拎的 其实呢 我们这个 这种感情 跟亲哥们是一样 一点都不差呀 我到北京 我十几岁就来了 真是两眼一抹黑 什么都不懂 谁也不认识 啊 千哥带着我 这玩去 那玩去 哦 见一见 哎 吃好吃的 嗯 什么老字号 你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进北京城 哪分的清楚 分不清楚 是吧 就知道 哦 北京城 天子脚下 黄尘根 紫尽城 是 具体的不了解 嗯 不得 带着我啊 嗯 什么都得叫 老字号最好 吃个糖火烧 哪家哪家的好 酱牛肉 谁家的好 哦 啊 千哥就是 千哥 哪怕有个不舒服 买药都得跟我走 哦 哎 咱们童人堂 那是大药铺 这咱 哪懂啊 嗯 千哥人家 感冒发烧 不舒服 都得童人堂 那买药去 我后边跟着嘛 小兄弟嘛 那是 哎 千哥进童人堂 啊 拿那个乌鸡白凤丸 给我看看 我 你先等一会儿 我感冒了 吃乌鸡白凤丸呢 就是 我不懂 那会儿小嘛 不认字嘛 哎 就说这个意思 哎呀 洗澡去 走 跟我上 清花池洗澡去 那是百年老店 清花池啊 对 北京生洗澡 得先说清花池 那是最老的了 千哥一指 你看这扁了吗 嗯 这是清朝的扁 对了 清朝的扁 清花池 哎 在这儿洗澡 是一个身份 我这就开始洗 哎 余老师把衣服 脱个一丝不挂 洗澡吗 那可不是 我还挺害臊 哎 您也是 批评我 脱呀 是啊 不是师哥 咱还在马路上呢 还没进去呢 我们在这个 互广会馆的门口那儿 马路对面呢 对呀 哦 那那走 走 我给你抱着衣裳 哦 衣服鞋都我给你抱着 那我还不穿上 他就 已经都脱了 已旧已旧了 过马路啊 我就别嘚瑟了 哎 这就是这人 活得非常有意思 那是别人看上有意思 那是 你包括进了澡堂子 千哥也很谨慎 我到那儿谨慎去了 我在外边 怎么不谨慎谨慎呢 哪怕是今天 就是今天的于谦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 怎么呢 出去洗澡去 千哥啊 你看其实他到了清华池 咱都认识他 是啊 都认识他 那样才不认识 于老师 看洗澡的每一个人 干嘛呢我这儿 就怕人家什么偷拍什么的呀 不用看了 早上头条了已经 一看有包尖 于老师 啪 门就打开了 哦 你们几个干嘛呢 嗯 搓澡的 是 便宜你们了 哎 什么叫便宜 我改错误了 干什么的 嗯 这剃头刮脸的 是 好自为之 我也不是劝谁呢 啪 你们几个是干嘛的 你们 我们就在这儿看车的呀 我又出去了 我 我看自行车的 我都见着了 可爱的千哥呀 对 我走一川堂 合着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对 瞧出来了 真的 人这个交往 有浅有薄 有深有厚 是 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俩 这个交情 就是亲哥们 就是这关系 过去老说 谁跟谁有交情 交情分多少种 不一样 你看 我跟他之间 我们 范范之交 有这么说的 范范之交 怎么讲呢 范范 我们后台有一说像 叫高丰 这跟高丰有什么关系 高丰的师父 叫范振玉 哦 范范之交 说的就是他们人俩 怎么会是他们人俩呢 高丰从这边来 范振玉先生 从这边来 人俩碰上 人俩一碰面 互相打招呼 怎么说呀 高高 范范 嗨 这么叫范范范之交 范范之交 不太好 还有一种交情叫 点头之交 也有 这个比如说 举个例子 点头之交 愣说 怕您各位不明白 那举个例子 什么叫点头之交 是 郭德纲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您讲吧 假的 比如说 郭德纲 在相声界的人缘 不是很好 这是假的 咱洗澡去吧 甭比如了 去打个比方 是吧 我走了街上 对过来 说相的了 他就愣住了 郭德纲来了 是 打不打招呼 犹豫了 不打招呼吧 万一他既恨我 以恨有演出 他不叫我怎么办 打招呼吧 让别的说相上 看见了 他们要害我怎么办 两边都不成 权横利弊 走着跟前冲着我 是 写着恨的 还挺疼 这就叫 点头之交 这差不了太多 还有一种 那个叫 忘年之交 有 这就不错了 忘年之交 就是冲破了 年龄的界限 这种交往 没有束缚了 比如说 还举例吧 余老师六十四岁 差不多 我六十岁 差四岁 差四岁 对 我六十 差六十四 你凡人吧 算了 余老师有一个女儿 貌美如画 好看的都不行了 是 就很爱我 我说 不行 我跟你爸爸是哥们儿 我跟你母亲关系也很好 所以说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的 姑娘说这个年龄不是问题 不算什么 我就感动了 我们于是就要冲破世俗的偏见 我们找寻真正的爱情 这行 不用形容词了 我跟你说流氓就是流氓 知道吗 您说这什么呀 忘年交了 这是忘年交吗 您 岳父 去 哪儿就吝上了 您 这个叫忘年之交 就大概这么个意思 要说最值钱的 什么呀 就得是咱们哥俩这种交情 咱们这叫 过命的 这叫患难之交 哦 患难 就就就同甘共甘 太对了 是 我给您举个例子 哦 这还有个例子 对 您说吧 比如说于谦老师 拿我举例子 对 于谦老师是一个出色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这多好啊 定位啊 定位就在这了 从小就喜欢相声 哦 于老师 哎呀 什么侯宝林先生 马三立先生 刘宝瑞先生 这些个相声的大家 是 您都不认识 不过 我都不认识 我还向上 大家 您是自学成才 这行有自学成才吗 天赋异禀 就学这个 首先说您 您看过露天电影 啊 您看过马戏 是 你看过高桥 你还参与过跑汉船 这没关系啊 这跟相声 别着急啊 还有呢 会有关系的 就这些个东西 这些个民间的传统文化 是 对您有很多潜移默化的熏陶 我受他们感染 对 您就觉得我要为相声奋斗一生 这是您的童年时代 小孩不懂事 后来机会来了 怎么样 北京要成立一个 全世界的一个相声艺术团 这这 这牌够大 嗯 您觉得属于你的机会来了 我要考 于老师要去考这个相声艺术团 我有底子吗 我跑汉船 嗯 报名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深秋 哦 冷了 这会正是寒露世界 那可不是深秋吗 你很忙 我 我还忙什么呀 你很忙 怎么忙 因为这个季节 那会您正是在这个 甘肃平凉 我在那干什么 因为这会苹果呀 收了 你得帮人家摘苹果 秋收 对 摘完苹果呢 敦黄那得跟人一块摘棉花 离着到不远 嗯 然后去湖南收割晚盗 哎呦 江苏扬州 得帮人家采藕 啊 五代莲池 得收玉米跟这个豆子 我这全国的农活都归我了 万幸 怎么 万幸报名的时候 您在石家庄 我在石家庄干嘛呢 白菜正出苗呢 哎呀 我这帮人家除草啊 我全行 突然间听到消息了 啊 北京要成立全世界相声总团 跟我有关系 嗯 你得报名去 啊 您要为相声死 我也是农活可能太累了 我这 太想不开了 我这 把手底活料理料理 不干了 先通知广西南宁 干嘛 豌豆苗除草 我可不去 这可是大损失 直接的打石家庄 奔北京 考试 中国相声总团 我来了 这就干楼了 这 一路上没什么可说的 那是 眼瞅着 你就到了北京的边上 到哪了 北京大兴的渔阀 到渔阀 这就已经进北京了 北京的锦边上 是是是 但是没进城 对 往北再走一点 就进了北京了 对 就可以报名了 是是是是 但是渔阀这 挖沟 挖沟 还能堵着我吗 三十米宽 七百米长 五千米深 我让通天河 给挡住了 一会儿 沙河上不得上来 挖什么沟呢 坐在沟边上 于老师眼泪都下来了 过不去了 看见北京过不去 是是是 往北再走一点 我就能为相声去死 一过沟 我就能摘西过去了 是 我还考什么试啊 哗哗的哭啊 我怎么办 这一哭呢 人村长听见了 呦 这怎么了 看见我 你怎么了 去北京 我往北再走一点 我就到北京了 那我考相声 说相声 我要为中国相声事业 做贡献 是是 现在你们这狗把我拦住了 对 村长说 哎 您别哭 我正好要出去办事 您坐我那车吧 哎呦好心人呢 我给你烧出去 我可送不到地儿啊 反正过了沟烧出去 你自个儿往北再走就行了 能过沟就行了 对啊 上车 还是好人多 那是 坐车 走 到人家要办事 说您下车吧 该下 你只能送到这儿 只能包您到这儿 希望您好好说相声 是啊 谢谢 您就往北自个儿去吧 人家车走了 于老很感谢 对 冲着车鞠躬 谢谢 那可不是得谢谢人 我自个儿奔北去 下车这地儿呢 叫回龙观 又给我拉过了 一直往北走啊 我还往北走呢 终于您就看见舞台山了 到山西了 阿摩密陀 是我赶着收油脉去了 是怎么的 哎 啊 苍天弄人呢 怎么了 本来都到北京了 竟然又走过去了 这我伤到村长手里了 好多事 一句两句解释不清楚 说不明白 后来有人也问过于老师 说当初考试那个事 您到舞台山 对您影响大不大 我说什么呀 前哥笑着笑 云淡风轻 是吧 贫僧 我出家了 我这刺激太大了 我这个 后来后来是 从舞台山又回来 当然 报名的时间也就过了 那就没赶上呗 于是您就成为一个 相声艺术家了 你先等一会儿 您这话我没听明白 怎么了 考试我都没赶上 是的 成为相声艺术家了 好了 你就成了相声艺术家了 可以了 没有 你得说原因的 哪儿 你有点不懂好歹了 我没原因 我哪儿 我干一辈子农国 我就艺术家 我都说你是艺术 你就 是 就完了 你要这么矫情 好多艺术家 那根本就解释不清楚 不要 不要没修没造 知道吧 我说你是艺术家 你 那是 就完了 就不提这事了 是吧 没法提 没有履历 对 反正你就是艺术家了 但是也当然会有观众会问 他怎么就艺术家呢 对呀 我只能告诉您 他 因为他 他提高了自己的素养 后来我还是有 后期学习 我提高什么素养 就是他干了很多好事 这都不挨着 您说这像是艺术 这是艺术 怎么能干好事 你首先得提高你的修养 那倒对 你比如说 你扶老太太过马路 老太太过马路 就您掺着 过去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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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天就飞了 老太太死我手里了 回不回家了 你能计数啊 一共送老太太过马路 三千六百回对吧 没有这么多老太太 就渴着一个走呗 是吧 男人擦罚 你还帮助老大爷找儿子 这也是 帮助老大爷找儿子 我干过这么个好事 老太太 是吧 老大爷在那坐着呢 他过去了 老大爷 是 怎么在这坐着 您儿子呢 是 儿子上班去了 别难过 以后我就是您儿子了 我疯了 我 老头儿子还下班呢 人家 人下班我找谁去啊 你找下一个老头啊 我给人当儿子去了 您儿子 我儿子上夜班去了 别难过 我就是您儿子 我就是您儿子 这想当爹的不有的事吗 是 想当儿子的可就一个 对不对啊 对 之前就值在这儿了 对 对 付老太太过马路 是 给老太太当儿子 是 你给人家 都说得意双心 三点 指标了 就这几个人乐 哎呀 余老师说得太好了 就爱看余老师啊 其他人都让我说走了 爱看 高兴 自媒体就来了 呦 拍余老师 还有自媒体 拍完之后发 看看这是真正的相声 郭德纲你还要脸吗 那我骂你 对对对 烈日下 余老师 红扑扑的脸蛋 衬托了郭德纲的黑心 这时候我就不能跟他们说 我这红扑扑的脸蛋 是晒的了吧 不能提 不能提 哎 面对真正的艺术家 德云社难道不应该 给点股份吗 凭什么呀 这 哎你看 这替你说话嘛 哦 观众又给你扔钱呐 滑了滑了滑了 全是钢板啊 有那个整捆的 咣当咣当的 一捆一捆的 哎呀 五千万五千万的给你扔 哎呦我的妈呀 每一张上面都有玉皇大帝 这就给你点火 明币 余老师拿钱去不 哎 还有给你烧衣裳的 纸人纸马都有 哎 好 就不过死了 很红 很红 那是烧的 人群外边 你去搅和我啊 人群外边 进了一位老华侨 可有正经人了 余老师 我太爱你了 余老师 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我是一个华侨 我在赞比亚 事儿还挺偏 我要介绍一下赞比亚 非洲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国家 赞比亚 这个地方第一是出木头 有什么紫坛啊 红木啊 这个地方出 好木头 第二它出铜 金银铜铁那个铜 赞比亚的铜 占全世界25% 哎呦 保养量不低 很厉害 它有个铜袋 这个地方最爱吃的东西叫恩西马 什么叫恩西马 这个东西很厉害 别的国家好像也没有 就是有一种浓作物叫玉米 玉米你懂吧 熟 熟 玉米我才不懂 那太欺负专业人士了 就是玉米成熟之后 它上面不是有一个粒一个粒的吗 那叫玉米豆 掰起来 把它磨成了粉状 然后加水 把它煮熟 这个东西叫恩西马 这叫恩西马 对 我们这叫棒子面粥 什么恩西马 你上网搜 赞比亚最爱吃就是恩西马 就是这棒子面粥 第六 人家这个老华侨说 请您到赞比亚去演出 到那时候我们会以国宾款待您 这么高的待遇 您要到赞比亚还了的 对不对 戴着那个木头手串 戴个铜草帽 扎着盆里边喝恩西马 好家伙 你瞧我什么德行啊这是 一说就成了 那是没有不成的 泽良辰选集日 于老师决定 要离开天津德云社门前 哦 准备到赞比亚去演出 那也大型演出了 那还了的呀 是啊 先准备东西吧 哎 鞋鸭蛋 榨菜 泡面 这都 我带这玩意干嘛 你看看 人上了岁数 要吃点顺口的 我吃这顺口 啊 你这东西就恩西马 那绝配 你瞧我想的还挺周到 绝配 收拾好了之后 选一好日子 嗯 于老师就奔六里桥 长途汽车站 我都没听说过 上赞比亚坐长途车去啊 长途车肯定是不到 肯定不到啊 因为机票贵 你飞在那里得多少钱 那怎么办 所以说准备走水路 坐船 通过印度洋 就能到非洲 哎 这倒是省钱的吧 聪明人呐 是是 聪明人 到天津港 到天津港 找这船 嗯 但是一问船票 也不便宜 也贵啊 老艺术家一想 我不能花那个钱呢 哎 想一主意 找根绳子 那头拴在船上 这头拴在腰上 把自个儿泡在海里边 你开船就得带着我 哎 这还甩不下我 你看看 哎 拴好了绳子 带好了东西 记着腰上 在水里边泡着 等着开船 标着这绳子 这船好新船 刚下水 而且是刚来啊 哦 需要检修 一个月之后才发船 我是不是跳里走了 在水里泡着鱼老 还想起件事呢 什么呀 哎呀 我有点糊涂了 怎么糊涂了 我不应该去六里桥长途汽车站 为什么呢 我每天在天津德云社门口演呐 那上天津港不是更近吗 哎 对 我也是吃拧着了 啊 三十天 他们就会起航 很快 熬着呗 等着呗 嗯 等着 等到第三十天 哦 我来了 您三十天才来啊 你看看 戏都演一半了 我再不出场 不像话 对了 对吧 我也是有点小的工作 需要到码头上去 哦 您到码头上干嘛 我买了一艘游轮 你先等一会儿 哎 我这泡在海里头 去趟吃趟恩系嘛 都好活了 您买一游轮呢 就是十五层高的那种游轮 十五层高的游轮啊 那您买游轮 我得买游轮啊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我带着我儿子上马头上去 带着那个郭奇林特弟弟 郭芬阳 带着那个小的 哎 我带着 我跟人家正谈这游轮事 这事就怨郭老二 怎么呢 小啊 是 孩子想撒尿 哦 也不跟大人说一声 问个洗手间 没有 他觉得海边 随便尿呗 本身就随便尿 小孩站在岸边 哗尿 是 那底下还有人呢 余老师正 对吧 我得暗示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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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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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哼 这就一口 嗯 孩子吓坏了 是 海怪 什么海怪 一喊 我赶紧 我怎么了 哎呀 啊 千儿哥 这刚认出来 挺好 我还挺镇定 不是 哎哟 师哥 您怎么 您怎么最近没上德云社门口骂街去了 没工夫我洗海澡呢 快快快捞上来捞上来 赶紧让我上来吧 拽您腰里那绳子 给鱼老顿上 是 腿都泡肤弄了 你想三十天啊 这两条大白腿 嗨 别说这个了 怎么回事 啊 您说说 他这才看见亲人了 哦 如何如何 怎样怎样 我要出国 我没舍着买机票 哦 我眼泪都下来了 难过 师哥 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怎么呢 说一声 去 赶紧去 嗯 给鱼老师买机票 要头等舱 你给我买机票 我能忍心吗 头等舱 头等舱 快快送 送鱼老师去 哎 眼泪在这儿 很难受 你瞧哥们 鱼老师高兴啊 是 算着机票 坐在飞机上 是 头等舱 飞机 够奔坦桑尼亚 喂 你再等会儿 不是赞比亚吗 怎么上坦桑尼亚了 他没跟我说实话 怎么 他怕说出来实话 我上那儿去怎么办 怎么着 恩心嘛 不够分的是怎么着 上那儿去 一块儿去 怕什么的 那 完了 你看 这一看你就不是专业的说相 怎么呢 你还是有票友的心态 您说 专业说相 不会告诉别人我要干嘛去 呛了我的航式怎么办呢 不能说实话 跑在那儿离着不远 这俩就是接壤 是不远的 余老师坐在飞机上 我到坦桑尼亚再说 哦 国家刚上我当了 是吧 给我买了头等舱 对 也怨我 为什么 我应该说俩人去 干嘛 让他再买一张 我就可以把那张退了 什么人性啊 我这儿 那也不行 我还准备找自媒体骂他 哎呦 我就说他那天 上码头接邮轮带着儿子 带着小儿子 没带过麒麟 是 可见他偏心眼 这点人性吧 哎 反正一道琢磨吧 飞机降落了 哦 坦桑尼亚 到那儿了 坦桑尼亚最了不起的景观 就是动物大迁徙啊 哦 脚马呀什么的 呦 脚马狮子 邓铃 是 是 长伯禄 哦 余老师一落地 好家伙 嗯 一往屋边都是动物 哎呀 所有动物都准备迁徙呢 都跑呢 一回头 嗯 这什么意思 这不连艺术家吗 这么大伙的 连动物都认识我 对对对 主要主要是动物认识你 哦 动物这个玩儿最灵了 是啊 拿鼻子一闻 这个人可没有人味啊 是啊 追他 就动物追我 哎呦 一往无边动物就追余老师 余老师就跑 是得 跑跑跑 哎 打坦桑尼亚 愣追到赞比亚了 合着我是千禧过去的 来到这 你看 无巧不成书 怎么 正好来到这 是接您演出了那个部落 这就碰上了 哎 人家酋长啊 带着村民们 人家正祈祷呢 祈祷什么呢 今年玉米大丰收 没少产 那是人家正准备 搞了一个恩西马庆祝大会 说的挺洋气 嗯 这会儿酋长带着村民们 正这个给玉米神唱歌呢 哦还唱歌 玉米神呢 哎 哎 哎 好 一儿的尖上天 流眼 满了天 恩西马 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 对 熬棒的面粥里边 搁点头 于老师来了 老艺术家开始演出 是 开始演出 尊敬的酋长 尊敬的各位村民大家好 是 我是来自天津德云社 马路对过的相声艺术家 我叫于谦 别提德云社了 在过去这年 大家都很辛苦 老话说得好 哎 这个首业难 创业更难 希望大家在酋长的带领下 我们迈向辉煌啊 说完了 村民们看看 是 这是 什么呀这是 哎 人家都听不懂 您这个艺术 连非洲土著都变不了了 得 那露馅了 啊 酋长一挥手 捆上他 就骗人来了 那是 捆上您很方便 是 因为您腰里边有一根绳子 我上岸就没解 和着 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遇上啊 哎呦 哎 给您身上磨好多的玉米面啊 干嘛呀 准备拿您祭神 哎呦 好开了婚了 拿您做肉汤的恩西马 哎对 可见着肉了 那是来个锅给您哥里面放水 底下点柴火 是 大伙跟这烧 哎呦 消息传来最着急的就是我 您您是我朋友啊 那可不备啊 我们这个交情大家是知道的 是是 他64岁 我60岁 他的女儿貌美如花 说的不是这段了 不是这啊 说的不是这段了 那没事 我以为要救我岳父去了啊 不不 患难之教 我得救他呀 我得管他呀 对呀 什么叫生死 哪个叫患难 说的就是这个 就说是 准备下刀枪剑机 斧月高叉 坦棍射棒 边剑锤爪拐子流行 哎呦 带尖的带刺的 带额的带刃的 带绒绳的 带锁链的 带刀尺钩的 带鹅眉刺的 全了 各种兵器全都有啊 什么单刀 铺刀 鬼头刀 长柄短日刀 青龙艳月刀 崩铜护伞刀 腰刀掉刀 驴尔刀 驱刀几刀 鱼尖刀 御林大刀 行刑刀 鹤蟹大刀 山头刀 牙饼腰刀 陕鱼头刀 街量环表刀 狮子蝉黄刀 龙魂饼刀 龙雀大黄刀 了不得了 哎呀 捆一块 我就很感慨 怎么 绳子短 要是把千哥 腰间的绳子 留下就好了 别提这个了 这一大捆兵器 搁了肩板上 走 奔机场 救我去 到那说 空警说 先生对不起 这个东西不能上飞机 好 再见 真正一句都没有 这是你们编好了的 人家不让上飞机 回家之后 眼泪哗哗的 你说怎么办 我最爱的师哥 他现在是出事的 要做肉汤恩戏 你说我要再耽误三天 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 我就熟了 不行 我也得救他 不管了 不顾了 不管不了了 救不了了 西边的太阳 就要落山了 谈起我心爱的土皮吧 长期那动人的歌谣 有这功夫 我已经熟了 我赶紧 我要救于千 就赶紧去 掏手机 告诉酋长 是 把人放了吧 完了 您跟酋长编好的套吧 这是 上机场接于老师回来 我真回来了 大盘艳艳 把一桌子山珍海外 是 做好了 给您接风胆辰 顺便压惊 好 端起杯来 千哥 我敬您 于老师端着杯啊 流着眼泪 说了一句话 没泼泼气死 我说什么呢 我想喝恩西吗 上瘾了 干什么呢 parano 譬如说 inator 下面请您欣赏 学习和表演者 郭德纲 于谦 谢谢啊 刚才 那我也早发现了 我的快递 看见了吗 事够快的 别花钱 千万别花钱啊 来了捧我们 这就够感动的了 感激不尽 你送着花 搁不了几天 您还想怎么着 待会儿我在这桌子上 绣一个收款的二维码 您各位来了一扫 什么什么 说这意思啊 说相儿呢 跟观众之间 咱们就是一家子 对 亲如一家 对不对啊 咱们都是自己人 你看刚才 其实也是自己家孩子 都没外卖 大胖子叫杨赫通 是啊 杨赫通是我徒弟 嗯 站在外边这个呢 叫冯赵阳 对 这是于老师的徒弟 那是我徒弟 你别看于老师 徒弟不多 嗯 一个是我亲儿子 一个是我干儿子 对 刚才这就是我干儿子 没错 特别开心 是 能够跟儿子 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这叫怎么说话呢 因为到我们这个岁数 你先等一会吧 就喜欢孩子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哎 什么事情 哎 您把台上这几位 给拎清楚了 怎么回事 把我也算进去了 您这儿子里头 你跟他不一样 多新鲜呢 他是干儿子 我是亲儿子是吗 我得批评您于老师 干嘛呀 这么大年纪了 这么一个成熟的演员 不要一天到晚 在伦理方面 找一些个包袱 不好 这是说我的吗 对对对 而且你说 小孩 站台上说 这个 刚学校上那个 六七岁 十几岁 是 站台上 我是你爸爸 你是我儿子 观众觉得厌恶 哦 你俩孩子品格不高 哦 格调不好 真到咱们这个岁数 谁是谁爸爸 也就无所谓 对 有所谓 就这事得弄清楚了 你呀 你想太多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余谦你记住了 怎么着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哼 我也得要啊 你要我还得给我 凭什么呀 你愿意喊是你的事 我凭什么愿意喊 但我不会的 我得问那几个喊 我干嘛呀我 我怎么那么贱呢 好行 拉走 没事 要不是以前也没事 你看这人是非吧 你看见了吧 怎么了 那么大岁数啊 我呀 说相声 什么叫说相声各位 这就是说相声 这就是 说相声呢 最高竞技 就是聊天啊 那就是说话 最怕的就是 让您看出来 这俩人在表演 这就完了 你看比如刚才 我们这个小玩笑啊 谁是谁爸爸 谁是 那是玩笑 对吧 但是你要让人看出来 很刻意的了 看着假了 这就没意思了 看着假了就不行了 观众看完得想 是不是真实 谁那么执着呀 这是 我替观众那么开心 就不用了 没有人当真 一晃啊 跟千哥在一块 我们认识就二十年了 对 真感慨 是 时光荏燃 岁月穿梭 这太快了 这个认识他是一个 很偶然的情况 是 当年我落魄在北京 谈不到 也没人认识我 也没人知道我 也没人管饭 天天饿着 看谁都是饼 在那个情况下 人家介绍了 认识于老师 当年千哥那会儿 已经改行演小品了 就不怎么说相声 还演电视剧 对 那个叫什么 小龙人那会儿啊 那可早了 是吧 头上有鸡脚 那是个主题曲 有那个吧 有 他那会儿演那个鸡脚 我演鸡脚 不是 我这戏也太刺了吧 我这 没有那个脚 没有那个脚 我演鸡啊 我告诉你 我要去举报你 这举报我什么呀 这 那么大岁数一天到晚 有点正形没有 举报我说辣一字 演小龙人 是 那里边的人物 对 这一晃 一路走下来 感谢千哥 您太客气 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 其实顶多占百分之二十 那剩下那百分之八十呢 余老师和他的家人 这都搁他们身上了 很多我们的同行指责过我 说什么呀 郭德纲那个相声听不到 他那个相声 离开余谦的媳妇 跟余谦的父亲 就没法说了 就不行了吗 其实我很感慨 老少爷们们 你们得疼个疼个我 怎么呢 我打小说相声 站桌子里边出身 捧根呢 我在桌子里边 站了十年 十年捧根 谁站在外边 谁说我 他们也说 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 郭德纲他们家 怎么怎么着 因为这个词 就是这么设计的 相声 谁站在里边 谁来这活 你别看我台上 说千哥这 你知道他分钱的时候 都乐成什么样了吗 你提这干嘛呀 那是工作呀 这角色 而且我们不能说别人呢 你看那排 那是作为大胖子 那大胖子比岁月还胖 他媳妇叫B席 行了 我这没说完 他菜刀上来了 急了 他揪着我 上派出所打官司 我一点拽没有 我们只能说自己 其他行业也不能说 也不行 你看我这说完了 那就发微博 明天我们俩就得道歉 这就完了 你为了虎口天天道歉 我们还干点别的不干了 就说是 只能说自己人 但是现在说自己人也不行 说自己人也容易让人举报去 是啊 天天的台上说 说于谦的 他爸爸说 还说跟于谦的媳妇 你没说呢 你自个儿就美上了 你这 我就想 天下怎么 怎么 行别想了 你 你还不如说出来呢 我其实从小的时候 我从艺那年啊 我七岁 我是先学的评书 评书开盟 我是评书开的盟 九岁呢 学的相声 干了这么多年 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 说相声实在不挣钱 就是 我就唱戏去了 那会儿京剧 平剧 河北帮子 这三个剧种 我都干过 我当年搭小班 怎么叫小班 所谓的小班 就不是您想象的 国家的什么大院团呢 国家拨款的那种剧团 不是 那小班 一帮老艺人 带着几个在团里 没有工作的演员 加上我们一帮孩子 二三十人 租一堂戏剧服装 我们就出去演出去了 上哪啊 这叫小班 竟唱什么外线啊 庙会啊什么的呀 就指着这个 唱一场戏 挣六块钱 刚开始 后来唱一场戏是九块钱 八十年代末期 我很知足 是吗 那会儿馒头是一块钱六个 一天唱两场戏 那个馒头吃不了 反正够吃了 就这样呢 唱了五年左右 这后来又回来说像 因为舍不下这行业 爱这 一路走来 非常的感慨 包括刚才 主持人都说了 学西河 对了 什么叫西河 这是西河大谷 把刘 恭喜你答对了 这我再答不对 是不是嫂子跟你说的 我这事用她教我吗 我所谓的这个 跟您各位说西河呀 其实指的是西河大书 大书 我小子书开始先说书 天下说书的分两种 哪两种 一种是平书 一种是古书 古书 平书 袁阔成先生说的 那是平书 天津 刘立福先生 他那个都算是平书 他说聊斋什么的 是 刨去他们 剩下这些位 你说善田方先生 田连元先生 就这些位先生 叫古书 就是西河大谷书 这有一个鼓 唱一会儿 说一会儿 唱一会儿 说一会儿 也说大书 你看田先生 善先生 善田方 田连元 他当家那个字 一个是田字 一个是连字 但是他们算是师兄弟 这也排字 因为这个行业 它是四大门派 眉清胡照 这四门下来 到这一辈 正好这是田字 这家这个呢 是连字 所以你看他们是一辈的 我说书的这个师傅 金先生 他排连字 叫金连锐 金先生 对 所以说我在评书门里边 我的名字带个曾字 下边这是曾 曾字 您记住了 只要是评书曲演员 名字当家有个曾字的 我们是哥们 师兄弟 是干这个 西河大谷 现在也唱的不多了 河北省还有 很多演员唱的好 北方有 对 各位都听过西河大谷吧 我要批评你们 是啊 一天到晚 你们一听相 就搜点那个 千哥 千嫂 千爸爸 怎么那么着 都是搜你的吗 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这些个传统文化 没人继承过就坏了 西河大叔 是不是啊 我给你们唱两句 你们听听好不好 这事得听一听 好不好 好 你看我这个 我心里好难过 怎么又难过 你看往常要他们搭下茬的时候 喊得可热闹了 是啊 你给点正经玩意儿都快睡着了 没有 人家喜欢听 你看 这多热烈 好 咱们就算唱完了 好吧 就算唱完了 您得唱 得唱 我让他们把我那个道具拿上来 还有道具 孟赫堂 好 来吧 哎呀呀呀呀 我带身上 这个你是吃完药上来的是吧 嗯 行了 好了 好啊 搁在这就算掉不了了 那错不了 这就踏实了 好 这个 你们可能以为是个小棒棒 这是 但是我们有名词 这叫 棍儿 还不是叫小棒棒的 哎 有这个了啊 还得有弹弦的 哦 闲尸 没有来 没来 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开心 他们估计到了 哦 你们知道谁给我弹弦是吧 嗯 哈哈 换一个吧咱们好不好 别换一个 人这么期待 你让他们猜着下回来不买票了 没听说过 啊 我有个徒弟会弹弦 是 他的名字叫周九良 对 咱们请上来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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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们 好多姑娘跟着喊 九良好帅 嗯 这些个无知少女啊 哈哈 嗯 太棒 他这叫三弦 对 但是我还真是没正经的跟周九良合作过 没合过弦 嗯 我因为最近也很忙 其实沾鼓曲类的东西也很少在唱 哦 多少年不碰了 有可能手也不跟屎 嘴也不跟屎 所以咱来点别的吧 好吗 哎呀 您说这么热闹 就到这结束了不成了 真就这特点啊 您展示一下 周九良 会弹弦吗 会吧 把那话筒抬起来 要不听不见你声音 会吧 好 放下 要不听不见弦的声音 周九良 是我们德云传习社的那批学生 这一晃来多少年了 来了十一年了 真感慨 来了十一年了 来那年啊 四十九 这一话 没有啊 16岁来的 小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可丑了 这现在可能是我看惯了 好多小女孩都喜欢周九良 是吧 谢谢大家的慈悲 也谢谢各位女施主 咱们试一试思弦的高矮 好 让大伙听听西和大鼓是什么味的 来 什么吊门 还是原来的吊门 太好了 我就喜欢跟他用这种普通话聊天 我都没听明白 你好了呗 好了吗 来 好久没唱了 先唱一个这个 因为过去啊 西和大叔啊 我们讲就说三碗酱 三碗酱 杨家酱 学家酱 户家酱 这一套书一说就得三个月 这么长 说会儿唱会儿 说会儿唱会儿 所以后来有的演员因为时间长了 他觉得带着闲诗也麻烦 就把这唱放下了 单纯的说书 这就是说为什么好多你说天先生啊 单先生为什么光说不唱呢 原因是在这儿 有了光彩就光说不唱 你好了没 来 好久不唱的这儿吧 我看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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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迈的太太答应了一声 微臣遵旨 抖操精神我尽的功来 头上的风管 压了腰带 忙龙抛袖八宝 扶寿天来 右手扶着 龙头不拐 左手颤抖 小小的寻柴 走过了 台和中和宝和三层点 文物的朝放在左右盖 楼台点阁重修盖 浴室的栏杆 一块白当尽万岁 就在当中坐 黄金钢 拴绒生啊 龙年分两开 老太太 龙头贵点三点 参望百家 封天的河 龙树岸里 八头贪 魏欠深省 君王欢礼来了呢 按四海顶龙胎 岁年迈智不衰 桃花马 马塔南汤玉北塞 袖龙刀 刀斩天下众英才 一腔热血浮省主 哪个奸则他敢来 天不养福的舍太君 八十八岁老太太啊 太痛快了 你说要多少钱吧 这还带给钱的呢 唱一段先试试思闲的高矮 合得不错 我自己也恢复一下 好多年不干这个了 那会儿有时候也弄西河大叔 也唱大叔 说一会儿啊 聊一会儿 说一会儿 这行其实挺好玩的 为什么要家人唱呢 不您各位说实话呀 比如一下午撒钟头的书 在书馆里边 有这个他轻手 唱到轻手 撒钟头 管跟那儿 好家伙那得累死你 得累的头发都得打卷了 我这累的 我这不至于 你就别跟着起哄了 我这一下俩大卷都在这 这个就能清晨一会儿去 形式上多变 不是光说 还有唱 观众也喜欢 但是呢 过去的老艺人说书呢 也挺好玩的 怎么 还有时候就为了趁时间 因为一套书要说三个月 那就挺长的了 你要上电视台录去 三十分钟一段 说多长时间 二百块钱一段录完完了 书馆不行 书馆呢 书馆里边这一个书 最少撒月 撒月之后换下一个书馆 时间不够怎么办 所以每天书里边都兑水 它得往常撑 有时候跟着一说书 一开始一说唱了 唱半天 你都不知今天是什么书 那您这有点夸张 唱半天不知道什么书 你看您也干了这么些年了 这也是老艺人了 那不算 年底我们准备搞一个 于谦从艺三周年 才三年呢 纪念活动 我得除了这是 我唱几句您听听 我这张嘴我就知道什么书 你听听是什么书 可以啊 你要听出来怎样 你要听不出来又怎样 我怎么不能听不出来 您张嘴四句之内 我肯定听出来 听嘞啊 四句之内你就听出来了 对了 太好了 四句之内要听不出来 咱们书点什么的 您说吧 我上李家拿点什么去 我也不动手 一进你门 我一挪嘴 跟我走就行 您唱吧 别贫了 听了什么书啊 我听了 什么书 没唱呢 您得唱呢 那你准备啊 我听着呢 大众的佛台 大众的佛台 您得慢慢的听 压住了国败 风景明宫 风景明宫 爱听文来 爱听武 爱听见来 爱听中 爱听文来 报公安 爱听武的用 哪水波量山兵 爱听中来 叼口准 爱听见来 审判红 半文半误 拿贵台六大人 讽致了钦柴 出了北京城 河间仙仙 沧舟下了山的洞 听书的以为我 把词而忘 哪知我自幼学医 下过了苦功 倘若是人前 把词而忘 指什么是和穿戴 浇下了宾那棚 黑狗粘着 拨毛鱼土万公 舍尖踏实找指的崩 丝陶断了 还得丝陶续 续上根儿马生子 那可是不成 听书的各位 往南边看 来了 那能争管战管战 能争出户七雷八户多岁 来了 一亿为了那是胡江大英雄 哪一对 不知道 你这一句正词没唱 你跟这待着 我上你们家领人家 就回来 没应这事 您这一句正词都没唱 这叫书套子 全是闲板 一上来先说 这就能占老半天功夫了 那是唱不短 这是说书唱打鼓的技巧 你敢等着这里边 书俩人一要见了面 那可更麻烦了 见面 想问个名字都很困难 这也能唱半天 那是你比如 哪怕京剧舞台上啊 两军阵前 这一女子姓甚名谁 这 这 小姑娘于谦 你这泼妇 这 这谁呀 打着您就别 在大鼓里边 要想问个名字 可麻烦了 一问一答的事情 想问我的名字 你切听了 您来吧 提起来我的家 家到有啊 你说吧 说我无名 道有文明 高山上点灯 明头我大 待海里灾火 要跟那横 东阳海飘得来 墨游儿的鼓 敲一下儿 灯巴隆灯 似海洋鸣 您要问我的 灵和性 整一整 我的鼓板 咱们下本 接着再听啊 下回 好家伙 唱这么半天 下回说呀 这也就是 艺术创造可以 现实生活这儿行吗 不行吗 半夜三点 于老师拿了四个包 我走在三环上 来警察 从这一问 您姓什么叫什么吧 高山上点灯 明头 哪非弄走不可 包子都吃不上 说的是 还别人吃包子吗 我拿四个包子干嘛 心太宽 四个包袱 你这个耳朵 是不是头发长了 挡着 没听说 这些都不可乐 是吗 最可乐的就是 唱着唱着 才要忘词了 那就算乱套了 好家 刚才那还没乱 这还能乱吗 你听 有一个挺可乐的先生 唱着半截乱了 真忘词了 来 周九良 咱们听听 大清夜捅 今宵江红 千龙夜家宿 在北京 这不挺轻弱吗 文丈着刘勇 参国政 武丈着何神何世龙 好 指尖阴左连城 高玉壮 流落过风声纸 他处理了北京城 没毛病 到这都没问题啊 对啊 老后听啊 来 上大桌一把 黄罗伞 下照着八台 叫一成 叫里边坐着 一个老道 老道 先锋道骨 果然是微风 谁啊 老词打鼓 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 长半天不是老道 厉不天官 名叫刘勇 想起来了 刘大人胜指山东去 刘大人要去山东城 又悬 刘大人离了北京地 刘大人离了这个北京城 老是两遍 刘大人不往湖南去 废话 刘大人不去山西太原城 刘大人不往梁广去 刘大人不去关外奉天城 你说他去哪儿啊 刘大人 他不走 青河沙河长平县 要说相声 刘大人 苍州县县 苍州县县 直接的下了山洞 刘大人 坐着那八台 说你们站住 行住 我下轿溜达溜达行不行 这跟谁商量啊 刘大人 外开了大步 外开了大步 往东走 奔东点了 走了一会儿又往南行 拐弯了 往南走了 十几步 又回头来又往西行 刘大人 对 刘大人 刘大人 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 全是废话 刘大人他走着走着 他就站起来走啊 刘大人一直趴着来了刚才 刘大人 刘大人 说咬眼疼 废话 谁让你老撅着来了 刘大人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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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别甩枪了 刘大人 往前走来 用目观看 有一座民宅在面前 民宅 用手推开 门霜啊扇 离间屋不远在面前 用手推开 门梁啊扇 炕头不远在面前 这礼物了 刘大人 卖不就把炕头上 床头不远 床头不远 嗯 面前 恩赢 这位刘大人 店不宁要就把床头上 嗯 窗户只撕了一个大窟窿 他跳到了远当中 你好嘛 绕一圈又出来了 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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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要老这么唱的话呀 这刘大人到不了山东 那可不是吗 啊 转圈 啊 他说的啥呀这是 我最喜欢观众坐底下说话 是吗 你要不说话呀 这没意思了 嗯 为什么说观众爱大下 查尔余老师知道吗 您说一说 你看 周九良 你一上台 观众就老跟你说话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吗 不知道是吧 这个刚才好多姑娘 还爱周九良 你知道这句话吗 他们都夸你好看 你知道吗 啊 这就知道 不知道 他们说实话 他们也说实话 观众为什么要在现场搭下茬 只有相声有 只有相声有 芭蕾舞你看都搭下茬的吗 那在哪搭 肖想月你们搭下茬吗 是吧 不成 那这人扛出去捆在门口树上 泼上水打 好家伙 只有相声 这是您各位喜欢我的 哦 哎 尤其是这个在家看视频 人家都到现场搭下茬喊 我们是否也能喊一个 嗯 这是观众演员之间连接的纽带 哦 就靠这个 D6 但是今天啊 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戴着口罩的还是怎么着啊 嗯 起哄的不多 啊 我准备带着你们一块玩一会儿好不好 嗯 周九良负责指挥他们啊 哎 哎 嗯 好多人在视频里边都爱跟德云社演员开玩笑 就喊这个 呃 喊退票 哎 哎 好 我找半天我还说其实没坏人呢 哎 太好 这儿有 来我只会三二一 周九良 哎哎 是吧 往常看见观众喊退票你怎么回答 退吧 这让退啊 对 你要退就全退 别留俩耽误我下班 太棒了 哎 我是这么想的 要喊呢 咱就一块喊 一块喊 哎 嘿嘿嘿 我那天玩一回来 我一游未尽啊 怎么玩啊 所以准备今天跟大伙咱们一块 就正好周九良也在这了啊 嗯 咱们这样 九良 哎 是吧 嗯 让他们大伙我说开始 你们就喊退票 然后呢 你们一说退票呢 我得问你们 我说谁呀 你们大伙一块得拍胸脯啊 我呀 我得说这个 干嘛呀 你们说退票啊 然后我说去你们的吧 你们再说嗨 好不好 好咱们拿这当底了 这词 你们记住了没有 没记住 你看我跟九良来一遍啊 九良喊退票 退票 谁呀 我呀 干嘛呀 退票啊 去你的吧 你得说嗨 嗨 是不是词多了点 记不住了 就说是呢 那咱们简化一下啊 退票是你们的 我问谁呀 你们说我呀 我说去你的吧 咱们一块喊一嗨 就得了好吗 得喊出那个 国营说相上的 那个状态的啊 准备好了吗 嗯 来啊 预备开始啊 预备 开始 退票 谁呀 我呀 干嘛呀 你不要啊 去你的吧 哈哈哈哈 这世界很酷